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7月25日 这是第二场主报点评节目,来看看最新消息 一个是风口网披露的,中共现在在海外的军事基地又增加了一个 过去叫吉布提,中共也和美国正老大搞了军事基地了 现在有了中国原舰的柬埔寨海军基地接近完成 还高调的现场,时隔半年,英国媒体《金融时报》继续炒作中国原舰柬埔寨海军基地 《金融时报》7月24日报道了 中国援助柬埔寨云长海军基地也许完成,该基地的码头多大尺寸 和设计上和解放军极不提海军基地的码头相似 你看,故意玄绕武力,告诉世界要改变了,习近平要当老大了 长达335米,注意可以挺拨什么呢?航空母舰 各种战斗的舰艇,你看,非常大的消息 今天这个疯狂网好几条消息都是超震撼的,你看 还有邵逸武到朝鲜访问,你看李鸿忠也去,他也去,开始了 第一题是李鸿忠,第二题是邵逸武,他们在北韩对接 这证明什么呢?世界大战即将来临了,两个方块对,一个是以自由世界,民主,价值观 美国为老大的,一个是中共为老大的,开始了,也就伊朗呗,伊朗这个厅长 北韩,中国,俄罗斯,俄罗斯还叫人乌克兰打成这个样子 你看今天还有诋毁老拜登的,说空军一号登机的旋梯改短了,为什么又怕老拜登摔倒 你看,挺有意思的,还有俄罗斯的40岁富豪神秘死亡 这意思是将来一朵打起仗来说,中美彻底翻脸,中共的富豪倒霉了 等等等等,不去多讲了 等一会,我们先来看看更重要的国际新闻 上一场没有讲完的,一个是现在是法国刚刚报道的 这场战争不一定在台海,完全有可能在朝鲜半岛 因为朝鲜半岛大家不要忘记了,是停战 修战,没有停战协议,这就是朝鲜的抗美援朝战争 外面叫韩战,我爸爸傻傻乎乎的,傻乎乎的轻信参加 就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都大忽悠,终于明白了,对不对 你看,为了美国的士兵跑过去,跑到平常的士兵 这个事情,联合国的司令部,说了沟通 那啥意思啊,就告诉你有可能直接开干 日本防卫省周一城,法新社报道,朝鲜试射两枚弹导弹 飞行距离约350至400公里,飞行高度是100公里,落入了日本专属经济区外的海域 你看,他是挑衅,但是他也要控制挑衅的强度 他落到日本,进去,日本就直接就干掉了,你知道吧,他害怕 这都是中国操控的,他哪里有这么多的军事设施,这么好的武器 哪有这个钱干这个,这都是大国在脚立 为什么邵逸武要去,李鸿忠要去,李鸿忠给你解决脑子的问题,洗脑的问题 怎么学习北韩,中国老百姓就是把习近平当成这个领袖 你看,邵逸武去就直接就是要强迫子弹这方面了 据说北韩在这一次的国际角力当中最大的赢家是什么 军事武器,就强迫子弹的出口,呼呼增长 赚的是不少钱,发国难财 我们来看这篇文章讲,他说防卫生表示正分析朝鲜逝射的目的 并会继续对朝鲜的警戒和解释 你看,他这个既狂妄,胆又小,是吧 你看他精致的,这个导弹竟落入什么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 这非常有意思,上一次这就落中国海域了,是吧 你看,韩国联合参本部表示,军方在深夜探测到了 朝鲜从平壤附近地区向东部海域发射两枚弹道导弹 两枚导弹飞行约400公里以后,落入了海中 按照伟大领袖西平的指示,精准的落入了日本军区以外 以免挑衅过分,日本给他开干也麻烦 韩国联合参本部表示,美军军方在深夜探测到了 朝鲜从平壤附近地区向东部海域发射两枚弹道导弹 军方正在分析导弹的型号,军事专家都能看明白到底是什么名堂 中央社报道,美国核潜艇上,美国核潜艇,为什么要这样 美国核潜艇上周时隔42年,看见面啊,又回来了 韩战又回来了,全面回回到毛泽东时代了,西平一个跟头 时空穿越,回去了,一直往前走,他往回到,完蛋了 不学这个奖经国,学起康生,把康生整他爸爸的办法拿来了 整别人,你看全都倒过来了,整乱了,西平实在是匪夷所思 你看核潜艇来了,另一艘美国核潜艇,看见面啊,一艘还不够啊,美国不放心啊 因为什么,烧义舞来了,李洪忠来了,来了咱也带给你整一台,整一手 是吧,你看,安娜,玻璃4号,24号又得到韩国了,我的天哪 我之前给大家介绍了,是吧,你想,那个核潜艇的规模是啥意思啊 小手指一动,只不如滴一滴水,给美国热火了,北韩从地头上消失去 这么小国家呀,我跟你讲,几秒钟,就什么没有了 你们再找到这个金山胖,就到壁画里找了,若干几亿年以后,考古学家们看一看 哎,为什么这个,这个人都是,肚子都是扁扁,只有这个肚子超大,这咋回事啊 研究明白了,完了考古学家就开始研究了,历史学家,这个学家,那个学家 反正那个未来那人很聪明的,研究,哎,研究出来,原来他搞专制统治 他那个国家所有的人都饿坏了,都肚子扁扁的,脸色拉黄,吃不上饭 唯有他搞独裁统治骗,从他爷爷到他弟爷一直骗到现在,财富都在独裁,当然大了 我再看中国,哎,这也是,这个类型,非常有意思啊,还整天在忽悠战争 时隔42年呢,另一艘美国核动力潜艇啊,当然给你们开玩笑,你们在谈笑之间,你们想像这个行驶动力严峻啊,朝鲜这次发射导弹,很可能是对此表示抗议啊,但抗议还不过分,还怕挑起战争,叫抗议的什么呢,要把我分寸,叫精准这个震慑啊,可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的美国核潜艇,坑塔基号,前面加个定义,美国 这是发广啊,发广的消息 这个18号抵达了韩国次日,朝鲜就发射两枚弹道导弹,之后又在22号又发射多枚薰衣导弹啊,你看,朝鲜半岛有可能成为战争开始的一个新的地方啊,这是朝鲜相隔两天再次进行导弹射射,也是朝鲜相隔五天再次发射导弹,弹道导弹啊,韩国媒体引述分析认为,朝鲜这次试射, 这个活动可能是抗议美军核动力潜艇,安纳玻璃4号停靠冀州海地海巡集体,分析认为,朝鲜可能趁韩战这个停战协议签署日,即周四的战争节到来之际,借武力挑衅,团结内部力量,像韩国拿着一张牌了就是把这个士兵啊,金,金是犯了错误啊,在这个,这个 韩国的这个监狱里面短暂拘留了,然后准备给他遣送回国,回到美国去,结果出这么大的事啊,现在不清楚,这个事到底是谁策划的啊,咱们不能乱讲,但是从我看的材料看很诡异,所以这个现在的朝鲜半岛的形势啊,麻烦大了啊,我们再来看一看,中国现在内部又出了很大的问题 你看,诡异,这个秦刚消失了,现在已经免职了啊,但是没讲他到底什么事,还不到时候,王仪兼职,王仪就是说外班主任高一级,先用兼职,权力增大了,然后呢,赵立坚又好讲了,这是一个好日子啊,咱们的老领导又回来了,是吧,腐败问题没有人调查了,是吧,以外交部的腐败,你们难以想象了,我告诉你吧,你想象,将在外,居民有所,不受啊, 福在外,中级民难免失差,是吧,小鱼总的贪腐,你,你,基检经济人员都懂,都看不懂那文字怎么查,钱都流出像水一样,要怎么房价还这么高,加拿大美国,要怎么房户户户全是华人脸买,你去看,是吧,咱们最了解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吧,是吧,小按钮一,咱就知道了,是吧,我要告诉你们,就是什么,这个,你看表面是很轻 秦刚,是他们是自己立在里面的,秦刚上了以后,一旦是对立派抓服务,整他们怎么办,是不是啊,你看,诡异,秦刚消失一个月没有印信,原中央警卫局局长,此后上个月才公布,啊,上个月曾经讲了一下,上一段,啊,现在,我们详细谈一谈,中共中央办公厅原副主任,兼保警卫局局长, 这可是绝对新线市面的警卫啊,就绝对御林军,是吧,中央军委联合参部警卫局原中将局长,兼中央警卫的团长王少军同志,成为同志,因病一致无效,4月2日要在北京实施,想年67岁,中共公布了假消息啊,还不知道怎么死了呢,完全有可能,这是我的猜测,灭了,灭口了,知道事太多了,啊, 中央警卫局局长,俗称中央中南海市委长,中南海保镖,专门负责党和国家领导的安全,毛泽东时代担任中央局局长,实际上,王冬兴啊,王冬兴当年,粉丝斯人帮,给这斯人帮抓了,习近平一看,哎呀,我得早点给你整下去,要不我家里抓我咋办,习近平就是这样,用一段时间,啪,掉离,再不就给你整,没有了,对吧,习近平这招儿厉害啊,直接参与并执行的逮捕,包括毛泽东, 富人江青在内的所谓斯人帮正盖,习近平心想,我可不能等到后来你给我棚里边抓起来了,哥们先给你整掉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我是怀疑, 当然是回忆,我没有料啊,我不想有人动不动讲,哎呦,中南海又来电话了,昨天晚上,这个钟少军给我打电话了,是吧,咱们没有料啊,我瞎猜啊,警告你们参考, 我再次生命啊,我无党无派的,习近平也没整过我,我是什么呢,是评论员,我要说假话谁看呢,要别人不看,你这怎么办,这是我有个工作啊,你理解我的心情,是吧, 说是,直接参与逮捕了,包括毛泽东夫人江青在内所谓斯人帮政变,习近平上台又,驾进清洗对手,对自身安全尤为重视,你看这是发广的文章啊, 中南海警卫局局长一直变得更加重要,14年12月,中南海大内被四位与政治政法沙皇周永康一伙的前令计划落马, 次年,习近平更换中央警卫局领导,王少军于四月升任局长,你看他现在利用这些人,把胡温那些人都整下去了,是吧,令计划整,然后又开始整他们了, 次年,习近平就更换了人选了,王少军升任局长,成为习近平的贴身四位, 21年香港明报及海外媒体纷纷传说,习近平为确保二十大前政变政局平稳无异, 打破惯例,从野战军调入,曾任北部战区陆军副参谋长的周洪许,代替了王少军,你看习近平不相信的啊,习近平想, 我怎么看你不太忠诚,又换一句了,变成宗少许了,叫周洪许啊,不过,他说2022年1月11号, 习近平出席党政军省部级研讨班的照片写字,王少军还坐在那个地方, 这是为了给外界安抚,你想这样他不放心,给你着头上呆着,你就软禁了,你跑不了了, 然后外界纷纷传说的时候,他就让你出来出席会议,坐在那里给大家看一看, 你看徐彩虎领导台以前不是也是吗,大家想想,头发呆迷染了,来不及染了,临时着急, 总办告诉徐彩虎,徐将军,这个习主义亲自点名,亲定今天参谈会, 哎呀,徐彩虎心里就快撕撕下落地了,外界传说要抓我,没有,下造谣, 伟大领兄对我很好,去了,连发都来得及了,你看出来吧,结果不长时间,抓了, 是不是啊,习近平就知道这条例,出其不易,精神打击, 啊,徐彩虎心里就玩那条健身球,那个老干嘛都玩这个球的时候, 就玩啊,玩,就玩蛋,玩蛋不太好听啊,玩蛋,就玩得好,就玩全术, 怎么来了,学习毛泽东,康森,康森当年整他爸18年,18年18个故事, 习近平玩得多高,研究的,是吧,研究的淋漓尽致, 所以才能把这所有的政绩都玩到今天,啊,但是你不论怎么玩, 我老江认为啊,总有一天你要收场,看你怎么收场,啊,我都替他抽, 这篇文章讲,他说不过呢,22年的时候,他又出现了,啊, 他说香港,亲北京的香港01,呃,称,他的出现意味着中央警卫局并没换税, 他前面叫亲北京,这一定是北京给的消息啊, 中宣部啊,外宣部啊,打电话,告诉这个香港媒体, 呃,赶快报个消息,就说那个随王绍军,这个赫然在目, 搞张照片就完了,是吧,很简单,是吧, 搞这个电脑合成也行啊,这篇文章讲, 中南海警卫局局长呢,是个特殊神秘的职位, 王绍军呢,一直,这个,到死后,三个月才公布此讯, 他就可能是怎么公布,可能咱们不知道, 但是中南海那些,南越北啊,可能议论纷纷了, 你老干嘛都传,李律环告诉贾经理,贾经理告诉这个, 呃,温家宝,后下都告,是个家伙,又整死一个了, 咋回事啊,咋回事,传来传去,有人一路先跑, 报到新一顶了,不好老大,老头嘛,又开始吓议论了, 这议论什么,议论这个,王绍军这个事, 找不到了,啊,这样吧,公布一下, 整,整一整,哎,就出这消息了,是啊, 这是我猜测啊,没有料啊,前一百月是一位是真的, 有可能发生这种事啊,这篇文章介绍, 他说呢,这个,由此看来, 中国外交部长青岗神秘消失一月, 外交部没有任何讯息可以提供就见怪不怪了, 只是王绍军虽然拖了三个月才公布真相, 至少得到了党中央一个为部队革命化, 现代化,正规化,做出了贡献的正面肯定, 秦刚的结局怎么样呢,就很难说了, 这是这篇文章分析的,啊, 他说从前发言人赵黎坚, 他老婆称今天是个好日子看, 到驻美大事,前锋被记者问到秦刚时的神秘的一笑, 让我们拭目以待, 他所在的外交部的给人感觉是有点幸灾乐祸啊, 确实是这样啊, 他们这内斗非常激烈, 一般分析,秦刚的事属于突发世界, 令党中央有点措手无击, 说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秦刚是习近平才提拨的副国级的外长, 如果出了大事, 习近平如何自愿其身, 自愿其说, 无所谓, 习近平现象不行军管, 管你了, 抓, 是不是, 我就叫你正眼说瞎话, 是吧, 直路为马嘛, 是吧, 再过几个小时, 全国人大就要召开有关任免案, 外界盛传周一, 政局开会已经定版, 你看, 我老江讲的吧, 咱们读报点评, 你们头一天就讲吧, 政局开会就研究秦刚这事, 肯定研究了, 对吧, 后面不有一行吗,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就是指这个事, 今天主要公布, 果然公布了吧, 别催, 是不是, 是驴师马, 拉手, 溜溜溜, 你看看薄熙来事件, 那个前后, 哥们帮那个事分析, 哪一条错了, 我又骗文章提目是, 薄熙来能管住王立军吗, 怎么样, 管住了吗, 是不是, 人大常委会周二手程序, 先行公布了, 这个消息已经前然落定, 但是秦刚到底怎么处理, 现在是威胁自明, 现在还有些事情不太清楚, 刚才看到了, 这个青刚这报道, 免制的是发光报道了, 美国资金同步报道了, 这都很少见, 因为这种大牌媒体很慎重, 都等到最后, 晚一点, 现在已经很快, 刚才看到了, 我们来看看发光怎么讲的, 中国外交部长青刚被免制了, 还把青刚照片蹬在上面, 选了一张照片, 给大家看, 青刚, 可能这是他最后的摄影了, 再出来说不定就讨论着概念党籍, 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是不是啊, 他都不是革命家了, 是吧, 共产党是最大的撒谎机器, 你想想, 他们是无产阶革命家, 你说他们的钱, 贪了多少, 上千万, 你想贪到啥程度啊, 是不是啊, 厚着脸皮, 是无产阶革命家, 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哎呀, 你就想想吧, 如果将来中国民主转型了, 就你们这些人的这个这个八宝石在哪里, 是不是啊, 你们想想吧, 是吧, 一场戏啊, 玩了之后, 怎么收场, 在这本事, 对不对, 结局是什么, 我们来看看发广怎么讲的, 官方新华社报导的, 现年57岁的青岗在短暂担任美国大使, 后与去年12个人任外交部长, 青岗被免职后, 职务由前任王毅解体, 王毅回来了, 大权在握啊, 新华社没有说明青岗被免职的原因, 但报道了他的任命, 包括任命经济学家潘工胜, 担任中央行长, 这个没什么奇怪都已经知道了, 就为他没有办法处理经济问题了, 这些小野人们怎么办, 力小而博大, 最后没有办法, 只好把胡温时代的技术观点请出来了, 我估计胡锦涛, 温家宝在家里, 他通电话, 电话里笑得高兴坏了, 是吧, 老温哪, 你看他们整到怎么样, 还在用咱的攀工老攀, 温家宝可不是吧, 这群的这个酒囊饭带, 给中国整成这个样子, 你看温村地震, 我还敢到前前走一走, 他们作秀都不敢做, 你说就这么些人, 怎么能把工作国家搞乱了呢, 搞不好马上战争就好来了, 听说美国又一个核电艇来了, 一个就足够了还两个, 肯定有意见, 是吧, 新华社没有讲这个原因, 现在还不到时候, 到底怎么回事, 青刚自去年十二月底上任以来, 通常日程繁忙, 但在6月25号, 在北京和越南外长会晤以后, 再没有露面, 这是法广的消息, 此外呢, 他错过了九次外交活动, 因为外交性特别重要, 包括7月初在印尼, 举办了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重要会议, 说他的缺席, 在网络上引起了大量传言, 加剧了中国人之间的讨论, 并增加了对政府的压力, 而中国政府则回避有关这些问题的许多提问, 肯定老百姓想了, 他为什么习近平这个人怎么今天是这样, 明天那样, 像烙饼似的, 搞来搞去, 一会是坚决清零不动摇, 一会叫收放自主, 是不是啊, 都是他搞的, 然后李文亮这个世界也他搞的, 对吧, 你要学习温家宝和胡锦涛那些年代治理SARS17年前的经验, 哪有今天, 全球死掉700万人口, 你想想, 所以习近平这样讲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啊, 已经在眼前了啊, 大家都会知道, 还会绑架进战争啊, 这篇文章讲, 中国外交部在以健康原因为清刚的缺席辩解后, 几乎一直保持沉默, 现在免职了, 他还留学年, 也可能就直接躺那里完事了, 不要以为这个不可能啊, 你习近平这个这套不安的啥事都能干出来, 是吧, 说在清刚缺席自出, 他的前任王毅履行他的部分职务, 王毅是中共最高外交官, 级别高于外交部长啊, 你看现在是坚持了, 是吧, 这次等于他进一步下降他的权力, 权力越击中到一个人手里, 越容易导致什么, 导致腐败啊, 这是很大的事啊, 并不是一个好事,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条消息, 你看, 大事来了, 就是朝鲜半岛啊, 有可能出事啊, 不要以为这开玩笑啊, 中国一个高级代表团, 将于本周访问朝鲜, 美国真心报道了, 这大牌媒体, 他讲, 这是自平壤2020年, 因新冠封锁以来, 边境以来, 首次访问, 中国中央对委联络部周一发布消息, 因朝鲜劳动党政府邀请, 中共中央常委,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鸿忠, 马屁精李鸿忠来了, 随中国党政代表团, 7月26号起访问朝鲜, 并出席朝鲜停战70周年纪念活动, 这场战争我爸参加了, 如果不停战, 我爸回不去就没有我了, 如果没有我, 我也不操心, 我又不用坐牢, 多好, 我的地下长岁, 是不是啊, 也不行, 也不受点会儿苦, 哈哈, 是不是啊, 你看, 朝鲜官民朝宗社周一, 同时发布消息, 称李鸿忠为团长的代表团, 访问朝鲜, 并出席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 胜利70周年活动, 也为什么请李鸿忠, 一个字的人大副委员长, 和绑架全国人民, 使中国的老百姓, 都能像对待G3P那样, 一片欢呼, 是吧, 你看G3P那样, 视察都是在船上, 是吧, 老百姓站在水里啊, 往水里直跑啊, 淹死也在欢呼, 金三毛万岁, 就和王八大革命一样啊, 你王八大革命那时候, 毛泽东接见红与兵, 那不都傻子吗, 在下边喊毛泽万岁, 毛泽万岁, 现在想想想那些人就是神经病, 我们就跟你讲了, 是不是啊, 毛泽东犯下了滔天水心啊, 大饥荒, 搞死了几千万, 你就想想, 四川, 李景全统治下, 都出现人吃人, 就想想吧, 大人吃小孩啊, 没有办法, 你就想想, 这么一个政权, 竟然把人搞成什么, 蹦高的, 欢呼一下, 欢呼, 你觉得正常, 是不是啊, 来, 习兵觉得这样好, 最好人们见到我都是泪流满面啊, 不停哗哗鼓掌啊, 你做梦吧, 我跟你讲, 中国不可能走回去啊, 你只能成为像阴大炮讲的, 就是跳梁小丑, 就是个跳梁小丑, 我跟你讲啊, 你为什么在中国再搞个人崇拜, 已经没有四场了, 历史只是惊人的相思啊, 你们会看到, 接下来发生的故事, 像是你们这个欢呼雀跃, 我认为中国这场政治变革已经来临了, 我以前多次讲到, 你仅仅靠一代一代的异议人士推动中国进步, 力量微乎其微, 很难改变中国啊, 只有他挑起一场战争, 共党会在一场战争当中会飞烟灭, 土豪麻洁啊, 不行, 你们直接往下看, 你知道会看到一场大戏即将来的, 如果说是真正像习兵想象中国搞冷战的话, 那就太悲哀了, 就有利于他了啊, 他就会统治很多年, 打这个如意算盘, 说国界是非不敢整的, 我看不一定, 你看这核建议一亮亮给你来, 你那是玩的啊, 你都写这核弹的, 不跟你讲, 太可怕了啊, 这篇文章讲, 这是据朝中社报道, 这一政治庆典将在周四平常举办, 活动届时将展现朝鲜人民, 官兵和新一代成就的富国强兵大业, 守护主体朝鲜战争光荣的七十年, 七百年, 乃至七千年的坚定信念和意识, 还七千年做梦吧, 你看看苏兰曼尼, 讨在地下那小右端, 在美国, 是不是, 一个无人机给搞到什么样子, 你还, 我就不想多讲了, 这个不听好人前言, 吃亏在眼前, 对于习平来讲, 现在只有一条路, 赶快的宣布学习奖金国, 开放党金报金, 就是什么呢, 两岸还能统一, 还能避免战争呢, 其他路没有走的, 我跟你讲, 这篇文章讲, 自2006年以来, 朝鲜因为其导弹和核项目, 而即是受到联合国制裁, 包括17年对朝鲜精炼石油和原油进口实行的年度上限, 联合国制裁观察人员, 还长期指责朝鲜的规避制裁措施, 包括继续非法进口, 精炼石油并进口煤炭, 说七国集团是G7, 欧盟和其他三个国家日前致信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 要求北京停止朝鲜利用中国三沙湾海域, 三沙湾领海, 规避联合国的制裁, 联合国制裁形成虚设, 原因是中共放水, 掏地国放水, 那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发言在推特上回应, 他说中方始终严格执行联合国, 安理会的决议, 认真履行国际的义务, 等等等等, 就撒谎吧, 朝鲜近日接连发射的弹道导弹, 美国之音这篇文章介绍讲, 各方面也不断地持续向中国施压, 韩国外交部长朴振日前呼吁中国在遏制朝鲜威胁方面发挥建设性的角色, 美国一艘携带核潜艇的核导弹的核潜艇, 上周访问了韩国的福山港, 据悉这是自1980年代以来, 美国战略核潜艇首次攻击来到韩国的靠岛, 不要忘了这个表述, 不是战术核武器, 俄罗斯是把战术核武器现在放在白俄罗斯, 这是战略核武器来了, 看见没有,美国一位资深国会议员说, 这不仅是对朝鲜不断发出威胁的警告, 也是对中国的震慑, 因为他这个要发射到长三角, 以前我讲了吧, 你看台湾电视台报道, 这不是我说的, 我不是军事专家, 他们讲几分钟就到达了, 你不要以为是开玩笑的, 所以习近平适应军管了吧, 害怕了, 开始军管了, 怕老百姓反水呀, 因为他知道自己不得人心, 战争一旦开始以后, 他调动不了军队, 也指挥不到老百姓呀, 因为老百姓现在有几个赞成这种, 他能倒退的政策, 有几个愿意回到国家大陆, 有几个愿意过北韩的生活, 对不对, 这篇文章讲, 他说朝鲜在2002年初, 对所有贸易和外交交流关闭了边境, 甚至连其主要的经济和政治的盟友, 中国也没有意外, 朝鲜官媒没有说明这次邀请, 中国访问团是否标志的政策上有任何改变, 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 那一篇文章就大家已经知道了, 刚才疯狂网报道了, 就是俄罗斯的少医部, 竟然访问朝鲜了, 也要到朝鲜去, 是不是啊, 有没有可能和李宏宗俩要碰面, 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向, 你看, 叫什么, 叫鱼嘎鱼虾嘎虾, 王八嫂的别轻家, 是不是啊, 他们都是一伙的, 现在世界局势大变, 我们点开看看这个, 凤凰网这篇文章怎么讲的, 他说呢, 当地实践7月25号,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讲了, 俄罗斯国防部长, 赵一武率领的代表团呢, 将在7月25号, 25号到27号访问朝鲜, 要出席这次会议, 参加朝鲜解放战争, 70周年亲自活动, 还在这忽悠, 是吧, 这个公告强调, 此次访问, 有助于加强访朝军事关系, 将成为两国合作发展重要阶段, 说心里话, 我爸爸都为这场战争, 这个没有牺牲, 但是流血了, 是吧, 没有受伤, 但是他战友很多死掉了, 可见中共国是个什么的国家, 是什么政党, 你们就明白了, 都是利用士兵老百姓, 保家卫国, 给你胸前别个奖章, 是吧, 唱个歌, 薛言的风采, 再过一段就忘了, 你现在和越南关系又搞好了, 士兵白死了, 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看另一条消息, 人们都经常讲, 中共国是和俄罗斯勾对到一起, 合作无上线, 但是也有人认为, 中共国可以结束乌克兰战争, 到底怎么回事, 现在时间已经过了半小时, 等到下一场吧, 再给大家介绍, 万维读者网发了一篇报道, 江夏编译报道, 中共国可以结束乌克兰战争, 美国咨询公司, 美国有咨询公司, 叫亚欧集团, 他下属的一部网站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是帕克斯写的, 习近平是俄罗斯的普京和乌克兰, 泽林斯基都乐于见的一位主要世界领导人, 还有吹发习近平的文章, 咱们也可以介绍介绍不同的观点吗, 对不对, 中共国是唯一一个既有胡萝卜又大棒的国家, 可以说服苦经和泽林斯基接受和平所需要的, 难以厌下的妥协, 跟他下一场和大家谈的这篇文章, 好, 谢谢, 再见